近日,巴基斯坦军队发布了巴铁空军反舰演练 一架骁龙战机精确发射C802AK型反舰导弹 对280公里射程内一处水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早期,骁龙战机主要是空战能力和有限对地攻击能力 经过不断升级,现在骁龙战机已经具备了中等距离空战 对海远程精确攻击,还有多种对地攻击模式 现在,骁龙战机已经出现了最新版骁龙Block 3型战机 这一版骁龙战机最大的改进就是雷达系统 安装上了14所研发的高性能液冷雷达 以及配套的新型高速数据链 这种雷达不仅重量轻可靠性很好 而且仅仅120公斤的雷达 性能与印度苏30战机1000公斤重的基载雷达性能差不多 安装枪控阵雷达的骁龙战机已经具备全天候远距离作战能力 具备了对抗苏30相控阵板战机的能力 而且,高速数据链的使用可以让骁龙战机 防空导弹系统、预警机以及雷达系统 完全融合为大型防空天王体系 具备了对抗阵风战机的能力 骁龙战机第一批次生产了42架 第二批次生产了64架 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最新型的第三批次 CM400AKG大型空队D导弹 雷16激光制导炸弹C802A空对舰导弹的投入使用 让骁龙战机对地对海攻击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C802A反舰导弹射程可达280公里 已经超过印度航母舰载机作战半径 因此,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2月23号报道 印度媒体援引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将军 已经对印度第三艘航母产生质疑说 如果有这个需要,我们会购买 但是无法预测10年后的形势,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印度海军希望可以暂停第三艘航母的制造 转而制造6艘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 因为航母已经不在安全 印度第三艘航母将会达到6万多级以上 但是如果还是米格29战机作为舰载机 那么还不如制造核潜艇 印度海军已经认为 就是建造成功第三艘航母 在巴基斯坦越来越严密的反舰能力下意义并不大 无法建立起印度海军的绝对优势 巴基斯坦空军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远程反舰能力 而且靠短腿航程只有多普勒雷达的米格29K舰载机 想去拦截安装相控阵雷达的骁龙战机 无疑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巴基斯坦还引进了8艘039B级潜艇 这种潜艇安装了AIP系统 可以长时间进行水下隐身潜航 对于印度航母构成了极大威胁 因此,印度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将军表示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潜艇 我们需要更多的潜艇 一旦印度6艘核潜艇下不上马 第三艘航母也就正式下马了 这种大白象武器有两艘 对于印度海军实际上已经够了 除非印度海军可以搞到F35隐身战机 对于印度海军的潜艇 对于印度海军的潜艇